伊拉克大选初步接国总理阿巴迪阵营四领先 伊拉克昨天举行国会大选 选举委员会消息人士及安全官员今天表示 总理阿巴迪阵营得票率看似领先 接住是巨影响力的什叶派教士萨德的联盟 路透社报道 这名消息人士引述的是非官方初步结果 伊拉克昨天举行大选 这是战胜境内伊斯兰国 IS好战分子后的首次 最终结果预计明天出炉 独立高等选举委员会 Independent High Electoral Commission 表示投票率44.52% 较往年严重下滑 92%选票已完成计票 官方结果预计明天宣布 阿巴迪 Kader al-Abadi 同时是美国和伊朗的盟友 实属罕线 阿巴迪主要关心的是 是抵挡什叶派穆斯林团体 而非萨德 Moktad al-Sadr的联盟